Hi! My name is Kyle 今天又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啊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來拍攝這一個掃地機器人的分解 因為它又壞掉了 它連掃都沒有辦法掃 所以我爸就說 讓我把它分解來看一看 到底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它修好 啊沒有辦法修好 就分解好玩而已 那我們今天從燈光開始 今天燈光我想要來玩一下RGB 有顏色的燈 因為我手邊有八種不同的RGB設備 所以有燈棒啊 有像這樣口胎燈 還有Aputure的MC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色燈的部分 那打燈的想法 我想說用一支燈棒放在這一面牆壁上面 然後往下照 就是打亮這一面牆壁有某一個顏色 那另外一面牆壁呢 也是用一支燈棒然後往下照 照看要一樣的顏色 或是不一樣的顏色 正面前方我想要有一個柔和光線下來 我應該就是會用這個 Aputure 300D Mark II 然後加上這個柔光照 直接從我前面這樣照過來 就是把一個顏色定下來 而不會有全部都是RGB顏色 因為RGB的色譜 跟正常的白光跟黃光的色 就光譜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只打色燈的話 你顏色整個就是不正確 就是你打出什麼顏色 它只會顯現出什麼顏色 但是你打白光黃光的話 那光譜是完整的 所以你所有顏色都會呈現 所以我想要呈現正常的膚色 所以就還是要打一盞白光過來 那待會背景地板這邊我還會再放兩支燈棒 就有點像是 有點氛圍的感覺 而不是像燈棒這種RGB的燈 它就不是正常在生活裡面會看到的東西 就不是自然界的光線 所以你想要光線從下面出現 你就讓它從下面出現 沒有關係 那我們主燈這樣子從頭上照下來 那應該會比較斜一邊 所以另外一邊就是比較陰影 那我想要在陰影裡面多一點顏色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使用我們的四盞剩下來的RGB口袋燈 那這個是Atom Cube RX-7 那這還有三盞Aputure MC 所以我們就看要過框嗎 過柔光幕 讓一個柔和的光線這樣照過來 還是呢 我們放不同的高度 然後有不同的層次 沒關係我們待會再研究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架設我們的燈光吧 OK 那我們燈光架設好了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RGB燈都派上用場 上面兩支南光燈棒 一個是140色相 一個是170 比較稍微藍一點 那個是稍微綠一點 沒錯 然後後面這個兩根大陸燈棒 我就讓它有點彩虹 然後這樣跑馬燈 看起來酷炫這樣 那接下來這邊呢 Aputure MC三盞 我把它串成一個自訂特效 就是它只有比較紫色跟紅色這種顏色 就是跟這邊的顏色稍微做一點區別 但是色相也不要差別太大 可能到紅色甚至是黃色 那可能差別就太大 對比太強就會有點不融合的感覺 所以有點紅紅紫紫的 那上面那一盞RX7呢 RX7 我是想說它拿來勾我的人後面有一點輪廓 然後剛好我這裡有一片板子 剛好把它光線遮擋到 所以不會照到 後面的牆壁去把那邊的顏色 稀釋掉 我那邊的RX7是開一個 電視特效 所以它也是RGB的顏色在跑 但是它的 飽和度比較低 就是 單純就是勾輪廓而已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架設攝影機吧 OK 那我們的BMPCC攝影機就架好了 那另外一隻腳架呢 就是我待會也會把這一台攝影機架過去 就是我們要拍攝 開始之前再把它架過去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再分享 那我們剛剛忘了說 還有一個主光 這個算主光嗎 就是它是 把我正面打亮 才有真實的顏色 我才有正常的膚色 如果我把那一盞燈關掉 喔 現在我們把它關 關掉之後 我整個臉就變藍色 而不會照到後面牆壁 讓後面牆壁變 那個飽和度變淡 或者是照到旁邊 讓旁邊的顏色也變淡 反正如何控制光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今天我的BMPCC設定改變了一些 我現在拍攝30p 因為其實我根本沒有要放慢動作啊 我平常的影片我都拍60p 那硬碟一下子就爆滿了 所以我就要趕快把影片全部剪完 但是我現在拍30p 我就可以拍兩倍的長度 然後 一半的空間 就可以有更少空間 而且我之前也拍4K DCI 有更大 那現在我都拍那個 就是 3840 2160 就是 比較小那一種4K尺寸 所以就是 4K 然後 30p 然後我這樣曝光也可以再曝光 就是因為180度快門嘛 我現在曝光可以到60分之一 因為我拍30張 30張啦 所以現在60分之一 我曝光又可以再亮一檔 所以 更好去打光 而且像我現在用RGB燈 比較暗 那我平常可能用比較大燈 就可以縮比較大 縮比較小的光圈 那現在我現在 光圈3.5 但是 還閃啦 BMPCCOK的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拍片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這樣拍完啦 那我們最終影片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的日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